娱乐频道综合报道,谢祖武在电影《王牌教师妈腊出击》中,演出魁违17年的经典角色徐磊, 磊哥,其中台词我要当老师更是广为人知,平常不当磊哥当爸爸的时候, 个性幽默的他表示和儿子关系如兄弟一般,感情相当好, 但在儿子面前,还是有不为人知的一面,就好比被儿子嫌弃平时的他有够邋遢。 根据联合报报道,谢祖武自曝思想邋遢程度,不输这次在电影中出现的流浪汉造型, 提到早上起床可以不刷牙,洗脸坐在沙发上不动一小时, 只要不需要工作,服装仪容就完全败烂, 就连家附近的超商店员有时也会忍不住问, 谢先生,你刚起床吗?就连儿子也看不下去, 嫌他短裤洗到褪色,衣服泛黄,让谢祖武表示, 我有点毒烂,虽然爸爸觉得儿子在以貌去人, 但儿子也只是在表示,他应该好好整理自己, 不然看上去真的就像流浪汉。 事实上,这次决定决定接演麻麻先师电影版不是第一次就答应, 第一次接到电话以为是诈骗集团, 直到第三通电话才透过经纪公司确定, 谈及这次拍摄过去有参与过此系列的演员无法到齐, 谢祖武也表示相当可惜, 但还是希望大家未来有机会再合作。 谢祖武被儿子嫌私底下哼拉他, 明月提供,谢祖武, 又,与十四岁的儿子卓妮, 左,情同兄弟, 谢祖武脸书, 谢祖武,前左, 在王牌角施马辣出击回归徐磊, 磊哥,身份, 翻射脸书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